一则信息摆在眼前 您能分辨出真假吗 在台湾大量再度加工的二手消息 正不禁甄别就在互联网广泛传播 开头就痛批台湾假消息 到处都是 中国中央电视台住台记者 特别针对台湾的资讯自由 制作近五分钟场的专题 以为党适从的新闻素养 批判台湾资讯自由 但是有心人如果利用懒人包 去传递一些错误的资讯 那它就会改变人 对于一个事情的看法 受访的台湾民众认为 有太多侧义团体培养懒人包团队 并透过诙谐插话风格 传达错误资讯 年轻人受害尤其为重 央视精选受访者动机可异 就告台湾同胞书来说 懒人包上面标题斗大来写着 中国不放弃武力对台 但是其实告台湾同胞书 真正的用意是要让台湾同胞知道 大陆正在释出善意 虽然没名讲 但央视专题再再强调 台湾统派声音被打压 还找来台湾教授背书 你问一般民众 你知不知识台独 不知识 那你知不知一国 不好意思讲 这就表示他有个立场 他不能讲 这不过央视代表中国官方立场 CCTV4又是专队海外华人放松的频道 谁蒙了台湾只眼 C6报道疑似在刻意塑造台湾人 心向中国的印象 这不是假新闻 什么才是假新闻 三连新闻 中文票报道